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不尽的话题 有着数不清的不解之谜 而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斗 更是文革的焦点中的焦点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面对毛泽东发起的残酷的斗争 刘少奇表现得极为被动 甚至显得有点措手不及 毫无准备 几乎是节节败退 束手就擒 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因为这和刘少奇以往的经历很不一样 和刘少奇在中共内部的地位和实力很不相当 难道刘少奇对毛泽东的阴谋 果真就毫无察觉吗 曾经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刘少奇 可不应该这么迟钝 实际上从毛泽东在56响礼炮当中登上主席的宝座之后 他考虑的第一件事情 便是如何的确立唯我独尊的地位 中共在1945年召开的七大上 确立了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任毕石这五大书记 也就是五大常委 正是在这以后的几年里 他们夺得了江山 入驻北京 只是任毕石在中共立国后 仅仅一年便去世了 中共最高层就只剩下了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这四个巨头 这其中 朱德不过是一个牌位 并没有实际权力 一再遭到毛泽东摧折的朱德 他已经接受了这种地位 在毛泽东之外 真正具有权力和实力的 就只有刘少奇 周恩来 而这两个人 显然成为了毛泽东要清理的首要目标 从那时起 直到毛泽东死 毛流之间 毛州之间的争斗 都是中共内斗的主旋律 我们知道 中共之所以能够夺取天下 苏联的支持 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苏联和斯大林在中共的内部 有着不可置疑的神圣地位 特别是斯大林对于中共就有绝对的权威 中共的所谓五大书记当中 刘少奇 周恩来和任毕石 都和苏联关系密切 深得斯大林的信任 反过来 斯大林也借助他们来影响中共 斯大林的影响力和神圣地位 中共内部无人敢于质疑 就是毛泽东也不得不毕恭毕敬 1953年的3月5日 斯大林突然死亡 成为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当时中共决定 有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 参加斯大林的葬礼 可毛泽东和中共的其他高层 都没有参加 非同寻常的是 就在斯大林葬礼的第二天 周恩来还在莫斯科忙于公干的时候 中共中央就做出了决定 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 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 并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 重新做了分工 极大的削弱了周恩来的权力 给了周恩来当头一棒 关于毛泽东如何整肃周恩来 我曾经制作过一个节目 潘汉年因何得罪毛泽东 离其生死只在一念之间 和周恩来为何直言帮罪臣 毛泽东收放自如显神通 对这个事情做过仔细的分析 请朋友们一步观看 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此后毛泽东又利用高刚 来抑制周恩来和刘少奇 甚至怂恿高刚 公开的挑战刘少奇 迫使刘少奇交出权力 去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委员长 只是由于高刚本人 在中共高层势单力薄 又缺乏高层政治斗争经验 结果让自己陷入了被动和孤立之中 遭到了刘少奇 周恩来 陈云等人的围攻 尤其让高刚没想到的是 毛泽东居然也对他 做了一番严厉的指责 最终导致高刚愤而自杀 这是中共立国后 第一次高层权力斗争 在这场斗争当中 刘少奇获得了暂时的胜利 在中共的党史上 这次党内斗争 被称作高岗饶暑时事件 也就是在高饶事件 落幕后没几天 毛泽东又以潘汉年案 和胡锋案为由头 针对周恩来发起了一番攻击 虽然没有能够动摇周恩来 在中共高层的地位 但是着实让周恩来 领教了毛泽东的厉害 从此以后 周恩来有了非常强烈的 自我保护的意识 格外的讨好毛泽东 察言观色 投其所好 毛泽东想说的话 他来说 毛泽东想做的事 他来做 而刘少奇则不然 似乎是一直都感觉良好 很有可能 高岗事件的结果 让刘少奇对自己的地位和实力 做了过高的估计 同时对毛泽东 多了一点轻视 此后 毛泽东在很多事情上 表现出了对刘少奇的不信任 只是 刘少奇可能对此 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其中 从两个重要人物的不同际遇 就可以看出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 其中一个是 刘少奇非常欣赏的人 竟然不断的遭到了贬损 另一个 刘少奇非常反感的人 却飞黄腾达 加官进爵 那个刘少奇 十分欣赏的人 就是中共的第三野战军的代司令员 肃裕 那个刘少奇非常反感的人 就是后来的上海市委书记 柯庆施 先说肃裕 肃裕在红军时期 在抗战期间都表现得很一般 地位一直不高 直到很晚 还只是新四军的一个师长 那是在晚南事变之后 毛泽东派刘少奇 重建新四军 在那段时间 肃裕逐渐的引起了刘少奇的主意 刘少奇回到延安之后 特地的向毛泽东谈起了肃裕的军事才能 在国共内战爆发之后 肃裕接连指挥部队打了一些胜仗 特别是肃裕指挥部队 打败了国军的五大主力之首的 整编七十四师 一战成名 这就是电影《红日》讲述过的那场战役 这场战役 让毛泽东对肃裕开始刮目相看 后来 毛泽东要求肃裕 设定他的主力部队离开根据地 渡过长江 开辟江南战场 以侧应深入大别山的刘邓的部队 毛泽东做出这样的部署 实际上是基于他对战争事态的判断 当时毛泽东认为 可能还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 才能够打败国民党 因此 毛泽东调派那些非嫡系部队 脱离原有的根据地 深入国民党统治区 这样一来 可以搅乱国民党的统治 二来 那些非嫡系部队 只能和国民党的军队浴血搏斗 导致他们会两败俱伤 最后才用毛泽东的嫡系部队 来收获胜利的果实 结果 不知深浅的素玉 从军事部署的角度 质疑了毛泽东的这个战略部署 这暴露出了素玉 在政治上极为的单纯 或许 也正是由于素玉的单纯 才救了他 素玉先后多次向毛泽东建议 部队不要渡江南下 而是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 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这样可能会很快的打败国民党 毛泽东最终听取了素玉的建议 这才有了淮海战役 素玉也成为了中共第三野战军 实际上的领导人 与林彪 刘伯承等 并驾齐驱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中共正式立国的前一天 在天安门广场上 进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 毛泽东 朱德 首先为纪念碑 缠土 紧随其后的是贺龙 然后 便是素玉了 而刘伯承 居然排在了素玉之后 应该说 毛泽东对素玉很是欣赏 后来 毛泽东还把进攻台湾的指挥权 交给了素玉 然而 在中共军队准备实施军衔制的时候 关于素玉的军衔 却引发了一些争议 按照素玉的战功 他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共军队的元帅 进入军队的最核心层 而且 作为中共的副主席 刘少奇 也一再的提名素玉为元帅 但是 在关键时刻 周恩来却坚持 应该授予陈毅元帅金悬 论资历 素玉当然不能和陈毅相提并论 陈毅确实有资格 成为中共的元帅 但是 当时 陈毅已经确定 担任中共政府的副总理 兼外交部长 按照当时的规定 凡是已经在政府任职的 都不再授予军衔 据此 刘少奇 对陈毅授元帅仪式提出异议 如果陈毅不授元帅军衔 那么 南方的红军游击队 新四军 以及第三野战军 必然要以为其他的代表授产元帅 素玉将成为当然的人选 然而 因为周恩来的坚持 刘少奇的异议 没有被通过 其实 毛泽东本人对素玉并无恶感 甚至还是很欣赏素玉 毛泽东也曾经公开表示过 素玉应该是元帅 相反 毛泽东可并不喜欢陈毅 当年陈毅 在江西 曾经取代毛泽东 担任过红四军的前委书记 毛泽东对此事 一直耿耿于怀 这个情况 周恩来当然非常清楚 可以说 在陈毅获得元帅军衔的事情上 周恩来的表现 非常的特殊 如果不是清楚的知道 毛泽东的心思 周恩来不可能在这些 最敏感的问题上 如此的坚持己见 此外 周恩来和素玉的渊源也很深 早在南昌暴动的时候 周恩来就认识了素玉 那时 素玉是周恩来的警卫班长 周恩来这样选择 不是在支持陈毅 而是在支持毛泽东 军队可是毛泽东的禁卵 毛泽东在极力的防止刘少奇控制军队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在中共刚刚制定的宪法上 明文规定 由国家主席兼国防委员会的主席 统一指挥国家的武装力量 然而毛泽东为了确保他自己牢牢的控制军权 就在中共军队准备实施军衔制的同时 毛泽东正式的在中共的内部成立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架空了宪法赋予国家主席及国防委员会主席指挥军队的权力 在新成立的中央军委中 毛泽东自己担任了军委主席 却将刘少奇 周恩来彻底的排除在军委之外 这显然是有意的阻止他们 特别是阻止刘少奇 染指军队 关于毛泽东如何施展阴谋打击刘少奇 我曾经制作过一个系列的节目 毛泽东如何收拾刘少奇 对此做过详实的分析解说 请朋友们一步观看 可以说 恰恰是刘少奇对肃毅的欣赏 才导致的肃毅无法成为中共的元帅 这是1955年 中共的军队第一次实施军衔制 就在这一年的年初 中共正式开除了 已经自杀了的高岗的党籍 这标志着 毛泽东在和刘少奇的第一轮交手当中 摆下阵来 这次平顶军衔 正是在毛泽东 刘少奇首次争斗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他的结果必然会受到毛流争斗的影响 而仅仅在三年之后 肃毅便遭到了批斗 成为中共军方第一批被整肃的高级将领 不仅被解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还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系统的团一级 和地方系统的地位一级 也就是要彻底的摧毁肃毅 在军队内部的威信 把他的名声搞臭 让他无法再继续带兵 可以肯定 没有毛泽东的授意 没有人能够这样处置肃毅 这就是毛泽东希望的结果 作为刘少奇 最为欣赏的军事将领 也是刘少奇大力栽培的军方人物 肃毅不仅没有能够成为元帅 只能驱居大将而且还最先受到整肃 在军队中被彻底的边缘化 即使是当年出面打击肃毅的彭德怀被打倒之后 肃毅也没有能够重新掌握军权 对于自己最为欣赏的军队将领 肃毅竟然落到这样一个下场 刘少奇不应该毫无意识 而那个刘少奇极为不屑的人物 柯庆诗的命运却截然相反 柯庆诗是安徽社县人 早年曾经深受陈独秀的影响 1922年1月 20岁的柯庆诗与张国焘等 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大会 受到了列宁的接见 并同列宁握过手 柯庆诗是中共内部的 不多的几个见过列宁的人 在普遍迷信苏联的中共内部 这让他身家倍增 连极端自负的王明 都对柯庆诗另眼相看 后来柯庆诗成为了中共的重要干部 先后担任过中共的中央秘书长和河北省委的前委书记 组织部长登职务 然而在延安整风期间 柯庆诗竟然被打成了特务 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他的妻子投井自杀 当时负责整风的便是刘少奇 这件事情导致柯庆诗和刘少奇之间 产生了很大的过节 这个情况毛泽东应该非常的清楚 中共立国前后 贺行诗成为了石家庄市的市长 后来他调任南京市委书记 此后开始青云之上 先后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华东局书记和中共的政治局委员 1964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这样的晋升速度 在当时可谓是绝无仅有 当然柯庆诗也确实是一个干才 值得一提的是 那些年毛泽东一直对柯庆诗轻言有加 在很多场合称赞科兴师 甚至当众称这位比他年轻六七岁的人为科老 这无疑是在提升科兴师在中共内部的威信 在高岗失败之后 毛泽东实际上是在有意的培养科兴师来对付刘少奇 后来科兴师被发现患有肺癌 极善于揣度毛泽东心思的周恩来 专程到上海了解科兴师的病情 并亲自参加了科兴师的手术前的会诊 在科兴师进行手术的时候 周恩来在医院守候了三个小时 当晚周恩来还亲自看望上面苏醒的科兴师 此后周恩来一直对科兴师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关心 有一次周恩来在访问缅甸回国的途中 在空中临时决定飞机不到北京 而是转飞上海落地 带着几箱热带水果 亲自前来看望出院疗养的科兴师 周恩来对科兴师的热情是超乎寻常的 在中共早期 周恩来与科兴师并没有太深的交往 周恩来对科兴师如此关心 显然周恩来意识到了科兴师未来的重要地位 看穿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只是还没有等到那一天 科兴师突然因为一场小病而失去了生命 让毛泽东的计划彻底落空了 后来中共在北京为科兴师举办了规模空前的丧礼 毛泽东对科兴师如此的重视 刘少奇难道能够没有意识吗 实际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防范 尤其是在对军队的控制上 对刘少奇的排斥 很早就已经公开暴露出来 这些情况刘少奇不应该不知道 他不会意识不到 毛泽东的矛头已经指向了他刘少奇 那刘少奇为什么并没有做出改变呢 面对皇帝的猜忌 按照传统的计谋要么急流勇退告老还乡 要么就铤而走险把毛泽东赶下台 在大跃进之后毛泽东的微信一落千丈 刘少奇当时是有机会公开的挑战毛泽东 逼迫毛泽东放弃权力 似乎是刘少奇什么都没有做 在坐等灭亡 这很不合逻辑 其中一定有什么外界不知道的事情 刘少奇长时间以来 一直负责中共的党务 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 他当年在北方局的部下 在中共内部可谓是数大根深 人称谭老板的谭振林 毛泽东井冈山时代的同党曾有个说法 党权政权财权都在刘少奇领导的白区党的手上 党权是指中共的中央组织部 长期由安子文来负责 政权则指政法委员会 由彭真来负责 财权则指财经委员会 由博一波负责 彭真后来还是北京的市委书记 和没有名分的党的副总书记 大跃进之后 尤其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 刘少奇的微信达到了巅峰 在中共内部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 后来因为四清运动 刘少奇严厉的要求各级干部下去蹲点 并且表示不下去蹲点的干部 不能做省委书记 不能做地委书记 不能做县委书记 不能当部长 不能当司局长 也不能当中央委员 刘少奇还对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 讲过同样的话 这样一来 不长的时间 就有180多位政府部长 一千多名司局长 离开了机关下去蹲点了 刘少奇一声令下 大批的中共高官都迅速的下去蹲点 这个情况 让毛泽东 非常的嫉妒 毛泽东对刘少奇感叹说 我有我的弱点 我骂娘 没用 不良了 你厉害 你就挂个马娘的帅 是不是刘少奇有什么特殊的依仗 以死就足以不怕毛泽东了呢 在斯大林死后 尤其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 几乎是没有了 刘少奇所能倚仗的 只能是他个人的能力 实力和威信 前面我们提到 刘少奇确实具有相当强的能力和实力 但是 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在和毛泽东长期的接触当中 恐怕在刘少奇的内心里 对毛泽东 有一种来自骨子里的蜜视 虽然 刘少奇曾经大力的吹捧过毛泽东 他只是认为 那是形式的需要而已 刘少奇在青年时代 便和毛泽东相识 毛泽东在某些方面 具有超常的能力 而在某些方面 则是罕见的低能 在和毛泽东亲密接触当中 刘少奇一定知道许多 毛泽东愚蠢的地方 毛泽东治理水平 低于常人的地方 特别是在大跃进的过程中 毛泽东的荒唐 低能不可理于 以及对经济的无知 一定会让刘少奇 非常的鄙视 而刘少奇是一个比较能干的人 各方面都比较均衡发展的人 刘少奇没有出奇的才能 也没有出奇的低能 这一点 可能让刘少奇 从内心里并不畏惧毛泽东 而毛泽东的某些低级下流的阴谋 某些上不得台面的卑劣手段 反而可能强化了刘少奇 对毛泽东的蜜视 强化了他的自我欣赏 很有可能 高岗事件 以及潘汉年 胡锋事件 强化了刘少奇的这种认识和感觉 综观历史 聪明能干的人 让笨蛋打得一败涂地 这样的例子还少见吗 可刘少奇 似乎就忘记了这个历史的教训 其实 在文革正式爆发之前 在毛泽东公开发出 打倒刘少奇的信号之前 毛泽东就已经采取了 很多的步骤和措施 早就暴露出了他的企图 显然 刘少奇还是低估了毛泽东的邪恶 低估了毛泽东 玩弄阴谋手段的毫无底线 当刘少奇意识到危险来临的时候 当他意识到 毛泽东凭着那些最龌龊 最下流的手段 也能把他打倒的时候 已经为时过晚了 关键的是 刘少奇 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准备 特别是在思想上 在组织上 都没有做好 和毛泽东摊牌的准备 再加上 周恩来在文革中 再次成为了毛泽东的帮凶 成为打倒刘少奇集团的 最重要的一个推手 让刘少奇 完全陷入了绝境之中 事实上 在大约禁之后 刘少奇犯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 那就是他只处理了几个 积极追随毛泽东 搞大跃进 饿死众多百姓的地方大员 而没有抓住这一历史契机 坚决破除毛泽东 一贯正确的神话 没有救毛泽东 大跃进的错误 采取组织措施 清算毛泽东 反而和周恩来等人一起 继续强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强化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气氛 刘少奇可能对自己的实力太过自信了 对自己的地位太过自信了 他或许以为毛泽东只是一个排位而已 吹捧毛泽东只不过是愚弄百姓 中共的高级干部并不会受到影响 他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不会受到影响 刘少奇没有想到 最后毛泽东就是利用了个人崇拜的力量 轻而易举的甩开了中共严密的组织体系 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政变 刘少奇没有想到 最后毛泽东就是利用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 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把刘少奇和一大批干部打成了叛徒特务 彻底打垮了刘少奇和他倚众的组织体系 刘少奇明显的高估了组织力量 而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 低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 因而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好 关于这个话题今天就说到这里 小明之间谢谢各位 再见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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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